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二段的后半段哦 于是呢,他做了标语 and then,然后呢 he decided to choose a busy street 他就决定去选择一个非常忙碌的大城市的街道上 然后呢,然后就show the sign to show a to b 展现什么给谁看 他就show his sign to the people there 他就决定呢 选择个故意选一个很忙碌的大城市 然后拿出展现出他自己做的标语 给这些当地的人看 借由,来各位看往下哦 by,by,by这个字是介细词嘛 他后面加名字WBNG by doing so 借由这样做 借由做这样的事情 he hope that 他希望呢 他希望怎么样 他希望这件事情能成真 he hope that he will get a warm hug even from a stranger 他希望他自己能够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 他可以得到温暖的拥抱 即使even 这个即使是强调语气 even the hug is from 即使这个拥抱 is from a stranger 是来自一个陌生人 好,所以即使是从 from,从陌生人手上得到拥抱 也没有关系 好,第三段哦 一开始呢 at first 来换一下单字哦 in the beginning 你只要有学过的单字 请你都看到了 就把它互换一下 你能够背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 好,所以at first 我们一开始有学过了吧 在第一课 就等于in the beginning 当时候他是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人 在纽约的大街头 在澳洲的大城市的街头 拿着标语 站在那边写着免费的拥抱 有没有人理他 你看 he was not surprised 他一点都没有感到惊讶 其实他早就知道了 一定不会有人理他 你看哦 he was not too surprised 翻译成他没有太惊讶 他没有太惊讶 因为 that most people just pass by and ignore him 他发现到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指示 来这个just 叫做指示 他发现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他很怪 most people just pass by 那时候的人第一个动作就是经过 and ignore 这两个都是动词 你可以写一下哦 我们的动词1 动词2 好 这个是我们的动词1 pass by是动词1 and加上动词2 所以当时候呢 他一点都不惊讶 什么样的事情不惊讶呢 因为most people 大部分的人都只是pass by 就看到他 看他一眼就经过去了 而且有的人还甚至ignore 当作没看到 忽略他 好 所以然后呢 他有没有放弃 他有没有就拍拍屁股就走人算了 然后呢 to his delight 可是呢 他很棒哦 他坚持下去哦 令他感觉到delight delight是喜悦的 来这个字 这个字 名词叫喜悦 所以to his delight 令他感到喜悦的 就是令他欢喜的 来写一下 delight这个字叫喜悦哦 to his delight 让他喜悦的是呢 有一个an elderly lady an elderly lady 这个很老很老的女士 有一个年长的女士呢 她就stop 她就刚好停下来 and talk him her story 然后这个年长女士呢 就告诉她一个 她自己的故事 好 这里有两个动词 第一个是stop 停下来 and加第二个动词 toed 帮自己写一下 动词一 and动词二 所以这个老女士 做了两个动作 你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的标注 动词一 and动词二 好 所以很让他高兴的是 竟然有人理他了 有一个年长的女士 就停下了脚步 and told him 就告诉这个 胡安先生 her story 告诉她 她的故事 好 he told a man he told a man that her dog had died earlier that morning 好 她告诉 她告诉胡安先生说 其实呢 今天 她的狗狗 已经死掉了 had the die 这个过去完成式 表示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 已经死亡 her dog had died earlier that morning 她说呢 在今天的早上 我的狗狗 早就已经在 今天的很早的时候 earlier the morning 这个earlier 这个earlier that morning 翻成今天早上的 更早 大概凌晨 你可以这样翻译 所以呢 她说 我啊 我今天凌晨 我的狗狗 已经死掉了 所以各位 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两个色块 一个用红色 叫过去式 一个用蓝色 head加pp 叫过去完成式 各位想象一下 在当她讲故事的时候 在她讲故事的时候 狗狗已经死掉了吗 死掉了 所以狗狗的事件 比她说故事的时候 还要再更早 所以你看咯 这里是一个时间轴 老师用这个色块 当时间轴 一定要先狗狗 在今天早上死亡 然后呢 这个女士继续往下 过着她的生活 遇到了这个 胡安先生讲故事 所以事情要先发生 用过去完成式 接着再用过去式 往下 所以这里才会有 两个色块 两个时态 好 所以过去式 可是狗狗死得更早 狗狗比这个过去的时间点 再更早死亡 所以过去式更早的时态 就会用过去完成式 所以才会用head加pp 这样可以 好 所以he told the man that her dog had died earlier the morning 他告诉他 其实今天早上的凌晨 他跟他一辈子的狗狗 已经死掉了 好 所以这个已经死掉了 用过去完成式 he also she also said that 他也告诉他 her only daughter her only 他唯一的女儿 had been killed in the car accident on the same day the year before 这个老妇人的事情 蛮可怜的 我们看一下 他除了今天凌晨 狗狗死掉之外 他又再说一个 更伤心的故事 他只有一个女儿 那这个女儿呢 早就在过去的 某个时间点 已经被杀害 had the been 加PP 叫做过去完成式被动 在过去的时间 已经被杀害了 而且呢 很惨的是 in a car accident 是在一场车祸当中 而且这场车祸 在去年的同一天 on the same day 翻成在同一天 the earlier before the year the year before 就今年 再更早 before the year before 就是我们今年 再更早一年 叫前一年 也就是说 前一年的今天 他的女儿才在一场车祸中死亡 可是今天呢 他的狗狗在凌晨又死掉 所以对于这个妇女来说 他是双重打击 今天他想到他的女儿 可是早上凌晨 他的狗狗又死亡 好 所以留意一下哦 这个也是过去完成式 然后呢 说故事的时候 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所以才会用蓝色的色块 这种更早的时间来描述 叫过去完成式被动 好 再来呢 the lady luck 怎么样 lonely and sad 所以当她讲完了这两个 她自己身上最悲惨的故事之后 这个女士看起来 look是连缎动词 后面加形容词 所以这个女士看起来 非常的lonely and sad 她看起来又寂寞又伤心 今天早上狗狗才死亡 唯一可以陪伴她的人 然后呢 今天的一年前 同一天的今天的一年前 女儿才过世 所以这些悲伤都还没有走啊 她看起来非常的悲伤 很孤单 所以呢 这个胡安先生就马上怎么样 reach out the arm 她就立刻reach 伸出 reach out the arm 把她的手臂给伸出来 and suggested that they should share her heart 她就告诉她 我们今天来抱抱一下好不好 所以你看哦 她看起来悲伤 于是她就伸出双手 并且建议 建议什么是 they should share a heart 来这个是我们刚刚花时间讲的文法 只要看到建议 她后面加的子句 都会有一个字叫做 shoe的 这个应该 这个助动词是可以省略的 但是你要留意 她后面的动词 永远都要 永远都要 原型动词 好 所以她就告诉她 老妇人 我们来抱抱一下 然后呢 they give each other a big heart on the busy street 所以这两个陌生人哦 他们就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 on the busy street 在这个忙碌的街道上 他们给了彼此一个很棒的拥抱 a few minutes later 然后来呢 过了一些分钟之后 这个 later翻成什么什么 时间之后 a few minutes 翻成一分 在几分钟之后 a few 在一些分钟之后呢 he and the lady both party with a smile 各位 本来这个妇女跟这个胡安先生 都有各自的悲伤 胡安没有人接待她 没有人去接她 好 在机场 老女士身上有两个悲惨的故事 那这两个在分享了 共享了一个拥抱之后 两个人两者都 你看到这个boss翻成两者都 这两个人都怎么样 party的 当他们分开的时候 身上是with a smile 脸上是有着微笑的 所以这个温暖 这个拥抱 有她的用意哦 所以he and the lady both 这两个人 两者都分开的时候 party的 party的是分开的时候 with a smile 都有着微笑在身上 好 这个with a smile呢 是一个介细词片语 with翻成有 好 第四个 第四段 after this 所以在这之后呢 胡安呢 就feel怎么样 much better 在这个老女士拥抱她之后 在这件事情之后 胡安就觉得 feel是连续动词 后面加形容词 batter 那这个batter是比较极形容词 用much来修饰 所以much是专门修饰比较极形容词的翻译成 更舒服的多 专门修饰比较极形容词的副词有much event,far,a lot,a little 等等 请你帮自己写一下 中文为什么什么的多